哇啦啦止不住的土石流 从山区往亲爱村冲刷而下 瀑布般的大水往下冲 道路惨变大池塘 蔓延进居民的栖身之作 居民记录下无情土石 清门踏户 灌进家里的瞬间 想逃命还出不去 马斯坦在哪里了 门都没有爆开 怎么进去这个 即便雨过天晴 部落居民的心情 依旧好不起来 树枝夹杂大小石块 布满整间屋子叠起来 快跟灶台通高 在看新闻的时候 这不是我家吗 然后又没水没电 然后也没网络 没办法联络到家人 也紧张啊 我们也是冒险的回来 就算说 回来说又爬得过来 一定要到家里 也要看一下 所以你回到家 第一眼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快点昏倒了 真的快昏倒了 六十几岁的部落奶奶 眼前客厅 卧房厨房 满目疮痍 不知该从哪收拾起 还没地方睡觉 养鸡 养鸡的地方 这里啊 这个棉被啦什么的 都是人家给我的 加油 加油 辛苦了 加油 你带来帮忙吗 我家也是 我家里也是重灰区耶 你家惨 我家也惨 部落居民災后 整顿家园苦中作乐 无奈至今断水静一周 打开水柱 小水清不了淤泥 加上缺乏人力 帮忙清产土石 使得重建之路遥遥无奇 三连星吴昆宇 南投报道